稍等一下 有人举手干什么 好影音你要干嘛 要发表感慨 还没哭够是吧 对 要说几句话 我得先平息一下复杂的心情 我站起来说吧 好 今天是我录制非你莫属的第127 我今天穿了我第一次来非你莫属的时候穿的衣服 可能今天的节目对于大家来说是一期很平常的节目 但是对我来说是人生当中很难忘的一幕 因为可能今天应该是我近段时间最后一次路非你莫属了 从明天开始我可能一段时间要暂时告别这个舞台 我很感谢这个舞台给我那么多的成长 给我那么多的爱 然后因为我已经入职12年了 这12年我一直竭尽全力的拼命的奔跑 其实我忽略了身边的很多的风景 所以我现在一直还单身 所以我觉得是时候该沉变一下了 所以截止到这个月底 我可能就会再次离开上海韩数化妆品有限公司 辞去总经理和合伙人的职务 然后再一次重新开始我新的生命 所以真的谢谢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 你们见证了我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 站好最后一班岗 我谢谢你们 然后我谢谢 谢谢费尼莫属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帮助 谢谢所有的台上的小伙伴们 一直对我的爱 然后谢谢所有的观众一直支持我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生命的 生命太短暂 我想让我活着的每一秒钟都很精彩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暂时的离开不代表着永别 因为我相信我还会再回来的 等我再回来的时候 我不代表别人 代表的是我自己 加油 那个 我代表咱们所有的boss 还有 你代表不来 还有 还有 我已经代表你拥抱过了 不要过来 不不不不 我一直没过来 你考虑 魅力 总而言之 他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了太多的态度 那么今天他要走 说是要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我们都祝愿他能够一路走好 但是为了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寓意 以及给我们所有的求职者的一个鼓励 今天我们就来一个好影的面试 好不好 我们掌声欢迎好影背场 太刺激了 不是 这是真实的 我们可以真实招聘吗 可以 那我们要招聘了 好影 我跟大家说一下 在接下来所有的面试环节 跟平时的非你莫书一模一样 好影 大家一样可以提问 一样是几个环节 我能申请战士坐在你的位置上吗 可以 我好久没坐老板鞋了 熟悉的陌生人 掌声有请好影 大家好 我叫好影 今年36岁 来自美丽的 槟城哈尔滨 我上一家公司是 就职于上海函数化成没有线公司的总经理 合伙人 其实我很感谢这个公司 多年来给我的栽培 以及给我一个平台 让我登上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不管未来是平坦 还是荆棘 还是坎坷 我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去迎接美好的明天 希望大家支持我 你好 你的简历呢 夹子呢 这感受 我们又见面了 这位选手 不是 推荐人没说话 推荐人还没说推荐人 推荐人没说话 我想直接发offer可以吗 这选手非常靠谱 我感觉 不是因为沐妍 你说靠谱并不加分 来 推荐你 推荐人 你的推荐理由是 我推荐好影的理由 她的身份非常的多重 她在老板眼中 是一个好的职业经理人 她在女性同胞眼中 是一个好的闺蜜 她在父母面前 是一个好女儿 她在所有的男老板面前 是一个好女生 所以我推荐她 我想接下来的招聘环节 估计不是招聘了 是比武招亲 是表白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想简单地问一下你 说真的 你刚才说你要开始新的生活 你的新的事业的规划和开始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步骤 其实也都还没有规划好 我真的不是因为规划好了 才离职的 因为我是一个草根出身 所以从小就知道要靠自己 所以其实 我本来就是一无所有 所以我什么都敢放弃 所以在我身边的所有的亲戚朋友 同学都认为我不可能考进电视台的时候 我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考进去了 然后当所有的人都在羡慕我成为哈尔滨电视台 成为整个黑龙江最有名的主持人的时候 我就放弃了 义无反顾地来北京飘 我在北京做了三年的主持人 在光线传媒 在央视网 然后突然有一天 我发现我已经过了三十岁了 如果再这么飘下去的话 我觉得 我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在孝顺我的爸妈了 而是在给我的爸妈添烦恼 就毅然决然地就放弃了主持的行业 然后一个巧合来到了 函数化妆品有限公司 我刚一进这家公司的时候 我就是从那个摆化妆品的摆台开始的 我用七十天的时间成为了销售总监 用了两百六十天的时候成为了全品牌 大北方区总监 我用了四百天的时间 我就成为了总经理 年薪过百万 所以我觉得 一个人在选择一条道路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的为什么 然后也无需去解释 因为你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理解你的心理的想法 但是你自己 只要你自己知道你心里在追求的是什么 你想了就去做了 这辈子就不后悔 所以对我来说 在我人生终点的时候 拥有多少财富 拥有多少地位 这不是我认为最重要的 我最重要的就是 当我闭上眼睛的那一刻起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每一秒钟 我都不遗憾 就够了 这位球生者 听过你的描述 我就听出了两个字 折腾 对 我是一个 我曾经的座右铭就是生命不息 折腾不止 哪怕就是今天自己开一个小店 开一个小公司 然后我每一天都眼睁睁地看着它成长 就是它是什么样子 是通过我的努力去创造的 仅此而已 从那个位置上走下来 真的是需要勇气 它面临极大的风险 它在北京来的这些年的奋斗 它也有所拥有的 它所失去的 可能从今天开始它都要重新规划 但如今它还是站在了这 它站在这是可怕的 因为我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是需要说的 整个应兵根本不需要我了 当然第一次选择已经没有必要了 我们太了解它了 是吧 PPT也不需要解读了 我们太了解它了 我们直接选吧 好吧 第二轮选择去国流 为什么不爆灯抢一下呢 我觉得给它最 它智不在此 它的最大的梦想是要创业 没有像我们所想象的出现爆灯环节 这就是职场的现实和残酷 真实 对 就是有人要灭灯 人走茶凉啊 对 我们来问一下 我们来问一下他们灭灯的理由 我们先问女人 女人何苦难为女人吗 是吧 来 妮娜你为什么灭灯 你今天好反常 你除了挽救了一个被爱伤害的男人之外 你都选择了灭灯 他对强者都是这样 我真没想到你平时隔他那么远 原来这么恨他 没有 其实我们在上海一直去跟郝颖 其实我们是挺好的朋友 就是说 他在我心目当中就像一个女生 女人真的懂女人 所以我支持你 我觉得你一定是深思熟虑的 而且你一定是做对的决定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懂他因为还有一个原因 别说了 你们俩都是单身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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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妹妹站起来 我觉得我最大的祝福就是 希望他幸福 我真心的是为他高兴 因为他就是那种 不可以在了笼里的人 也没有什么男人可以驾驭得了他 也没有什么老板可以驾驭得了他 他就是一个老板 谢谢 好 那接下来请大家推荐自己的职位 直接报出你们的薪水 从王建义开始 200万的联薪 加上10%的股权 谢谢 刚才我说话签话500万年薪起 综合年收入 我现在不敢确定能不能到2000万 因为现在没有达到 就是能够分给你的 但是我朝那个目标努力 好 谢谢 好哥 来 尹峰 其实如果用我真心的话来说 我真不愿意你去创业 创业是一条永无止境的道路 上了贼权就下不来 所以女人还是应该好好地享受生活 同意 因为青春不是永远在 人生就是那么短 所以如果我要是做姐姐的话 我就真心地劝你 不要创业 先把家创好 好好享受你的美丽和人生 其实我一直都没把自己当个女人 我一直把自己当个爷们 真的要把自己当个爷们 这句话 这些话说得特别好 特别动人 所以请温柔地把她的灯给灭了 来 沐妍告诉她什么是真正的友谊 沐妍你就直接灭了吧 这样 我觉得呢 从一个职业经理人 变成一个女性的创业者 我不知道你是咋想的 这真的不是一条很好的道路 然后我给你offer是这样 就是年薪不高是两百万 但是我给你目前价值两亿人民币的股票 OK 谢谢 这是真爱 来接下来 你真正考虑一下 刘家勇 任性的刘家勇 有一点恍惚啊 确实就是 这个问题要深入下去 要说透啊 确实因为一直也没有表白的机会 我觉得这次要彻底说透一次 跪着 因为我认为这个时候谈任何职位 谈任何钱都是一个熟悉的事 把它灭了 灭了吧 灭了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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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真的是一个很熟悉的事 不是 嘉勇这个时候这件事是你的诚意 至于他选不选你 我告诉你 真正的诚意是什么 我要用心和你打造一个事业 把它灭了 这才叫真正的诚意 灭了 灭了 没没没 开起来 开起来 我开个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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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没了 把麦拉了 开架 在黑暗中说话 这种不谈钱子谈心的最不靠谱 说的对 说的对 你要来做我公司的总经理 甚至董事长都非常合适 我要拿出一千万 做个新公司 做个新公司 刘家勇来这的四年 不是在创业 就是在创业的路上 对啊 这就是一种追求 一千万先不还是到我 那这一千万能拿多久吗 一年时间 以我们现在任何一个老板在这里的水平 如果一年之内做不到一个亿 我相信大家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有一千万的这个种子 所以啊 那一千万不是给你的 还得给他挣一个亿回来 你还欠他九千万 不干 把灯给灭了 灭了 灭了 要忽悠 不嫌不嫌不嫌 拿了 没相容 我尽心地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我刚刚并购一个 辽宁国际商务国际旅行社 我愿意给你的职位 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 我本人在里面65%的股份 我可以交给你36% 因为那一位合伙人是35% 我愿意退到29% 薪酬多少 薪酬500万基本工资 36%的股份 36%的股份 我们一起做一个上市的公司 在接下来的六盏灯当中 你知道的 灭掉四盏 留下两盏 请 我也感受一下 爱他就灭了他 我抗议 我必须要恢复了灯 灭掉了一个200万 又灭掉一个200万 那个死灰复燃的 先把他灭了 不是 我不管怎么样 我先抱一下 他没灭 他没灭 再灭一窄 接下来 接下来有请陈浩 沐妍 单纯不算感情 请揭晓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其实没什么话可说了 之所以要到这一轮 我是想对 站在金家台上的两个哥哥说 我是真把你们当哥哥的 虽然我和台上的所有的小伙伴们的感情都很好 但是我是从发自内心里边是把你们当哥哥的 所以我把你们留下来 其实是为了谢谢你们 我相信郝尹呢 之所以要离开 他肯定是有自己的打算 但是我相信至少你们两位 希望他合伙 共同创事业的这种想法 是真实的 当然他也有自己的选择 你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谢谢你们 从来没有任何一次谢谢再见 是这么的洋溢着幸福感 虽然他是最后一次参加菲尼莫署的录制 应该说这一段时期 参加菲尼莫署的最后一次录制 对 我会回来的 但我们希望他至少有一天还会回到 12个座位中间的任何一个 去希望他回来 也希望在这段过程当中 他能够找到事业和爱情的双重收获 掌声祝福他 好 希望你们支持我 祝福啊 拜拜 拜拜 加油